资利两架火车迎头相撞 两死九伤包括中国公民 相撞之后 其中一截车压在另一架火车之上 底下的火车就被压之变形 事发在当地时间 星期四该国首都圣地亚哥 涉事的是 载有过千吨同框的八卡货运列车 和另一架当时在做速度测试 载着十人的列车 两个死者都是货运列车的车组人员 九个伤者就包括 四个操作测试列车的中国公民 全部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 当局以老妄过失杀人罪拘留两人 分别是测试列车的司机 和一个铁路营运商 当局正调查事件 包括调查测试列车 为什么没有收到货运列车接近的警报